解方程三分之二等于四分之J减去三分之十 建议暂停视频尝试自己求出方程的解 J等于多少能使等式成立呢? 首先需要通过等式的变换 让等式的一边只留下未知数 由于未知数J已经在等式的右边 所以需要消掉减三分之十 我们只需要加上三分之十 为了保持等式左右两边相等 左边也需要加三分之十 左边等于三分之二加三分之十 等于三分之十二也就是四 等于右边 减三分之十和加三分之十相抵消 只剩下了四分之J 求J等于多少 需要等式两边分别乘以四 右边就等于J 左边等于4乘以4 那就等于16 所以J等于16 可以把求出来的解带入等式中 看等式是否成立 J等于16 所以等式右边就等于四分之十六 减去三分之十 四分之十六就等于4 为了方便后续的计算 可以把4写成分母为3的分数 也就是三分之十二 三分之十二减去三分之十 等于三分之二 正好等于左边 因此J等于16是正确的 第二题 解方乘五分之N 加上0.6等于2 首先需要通过等式的变换 让等式的一边只留下位置数 由于位置数在等号的左边 所以需要消掉0.6 也就是等式两边都减去0.6 左边是剩下了五分之N 右边就是2减0.6等于1.4 再把左右两边都乘以5 五分之N乘以5就只剩下位置数N 右边1.4乘以5 5乘以4等于20 把0写在十分位 进2到个位 15得5 5加2等于7 再添上小数点 所以1.4乘以5 所以1.4乘以5等于7.0 加上2.75 2.75 右边等于3 除以0.5等于6 因此R加上2.75等于6 接着再把左右两边 接着再把左右两边同时减掉 百分位 十分位变成10减1等于9 一个十分之1等于10个百分之1 百分位 10减去5等于5 十分位 9减7等于2 小数点直接落下 个位上 5减2等于3 6减2.75 等于3.25 所以R等于3.25 同样我们需要把R等于3.25 带入到方程里面去检验 3.25 加2.75 等于6 6乘以0.5 等于3 等式左右相等 因此我们算出来的方程的解 是正确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